这哥刚才捡到一根香蕉在路上 真的死我了 捡销速度超级慢 坦博尔的交通其实是很拥堵的 入轨打穴 但是如果你做刚才那种成轨 它中间是单门开辟的交通轨道 所以就不会受拥堵的影响 那我觉得是个很方便的方式 然后它可以坐船过海 也可以坐巴士过海 而且很便宜 当然呢 土耳其的公交系统 它只用进去刷一次票 出来是不用刷票的 所以如果你从这种小门进去 就等于逃了一次票 当然看到好多人头边走 这个马好俊啊 应该还不错 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这个鹰嘴豆 它就直接那么深闷就上 这布丁看还不错 开头先送两个大面包 其实有大面包也不需要点米饭 这位呢是我们 埃及 我没看到这里 埃及 看到难兄难弟 难姐难妹 好惨啊 我们 上次我们遇到那个遗产 但是都有被骗 我们今天是看到呢 看到一个中国人 被抢劫200刀 从开炉我机场过去 然后后来他又经历了很多 他现在已经回这对吧 到家了 他跟你说了是吧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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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好 祝他平安 这就是最出名的肉圆了 虽然不是很圆 这边 该吃猫粮 我该打人家吃吃饭 哪个是羊呢 嗯 羊排咯 East Tavuol 景点都距离得非常的近 这边就是蓝色清真寺 在我们后面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 这里都是旅行团啊 都旅行团 它还挺好的 其中景点 每个地方走个15分钟就到了 都不用坐很久的车 无论你看那些景点都 坐了两小时车也是常态的 这应该是吧 应该是入口吧 其中一个吧 我觉得应该是 你看六根塔 挺帅的吧 这里 所以说这个位置在哪里 对对 而且烤焦焦的 我昨天还想问这个好不好吃 这个栗子也太大了吧 这是栗子吗 这样啊 是是是是 好大的栗子 我知道那些什么儿科医生 他们就很惨的嘛 就没钱 就是主要是还是忙嘛 就尤其是疫情那两年 我的白头发都是疫情熬出来的 哦 是吗 对 是因为上年纪吗 我现在白头发其实很多的 只是被我染掉了 我不是 我是完全就是疫情 因为我20年才才毕业工作嘛 我也是 但是我后来又去读过的 不一样 然后完了之后就刚好一毕业就疫情了 嗯 然后就各种资源啊 嗯哼 哪里哪里有疫情去哪里 你们要去哪里啊 你去了哪里啊 我西藏啊 啊 对啊 我去之前去抗议西藏抗议了三个月吧 啊 对啊 西藏其实地管人西需要抗议吗 而且到当时我们是 我看是去年是二三年 啊哈 他的钱 去年二三年的时候才有疫情才大爆发 西藏 嗯嗯 然后当时我们去支援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应变能力各方面的孩子 都很差的时候 对 还是当时我们的第一年 我还第一年的时候是这样的 对他们就属于这种情况 但是条件很艰苦 你到那里的时候 高反顶着各种症状 然后完了之后 啊 高反 对 直接负一件 然后回来的时候 各个都上厨下线 哎呦 辛苦了 辛苦了 我帮一帮你 但是大哥后面回来 这里有个很漂亮的喷泉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蓝色清真寺 全名就是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 它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建筑 16多年吧 1609年到1616年 因为它的内部呢 有大量蓝色瓷砖 所以叫它蓝色清真寺 我们一般 还有6座高塔尖塔很漂亮 这个坑泉也很漂亮真的吧 好那这一边它就直接是圣索 所以要大家要藏 两个距离大概只有500米吧 两个如此宏伟的大型建筑在一条街上 一个街区里面 感觉很夸张 oh sorry 你看它后面已经完全在修缮的状态了 那这个大教堂呢 它虽然叫大教堂 但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清真寺 跟土耳其人一样的放松 看我的假发要飞起来 现在我们要去坐船到亚洲区 这样就可以从对岸看到蓝色清真寺和 圣索菲亚大教堂 这还很蓝 非常的蓝 而且很多海鸥 现在呢虽然还是下午正点的时候 却没有那么帅 此外线也没有很 就很舒服 你知道吗 从埃及来的 就大家很容易就满足了这个现状 没得说 oh 好大的海鸥 给大家看 啊 我好大 这是个渡轮呢 它都已经不是单纯的船了 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办这张卡 你这个单天的卡 它这个是460是单天卡 其实我们要办的是这种红色的地铁卡 才是正确的 虽然很漂亮 那你就这张纪念吧 发了海鸥 太近了 出狱钓鱼了 你看他们钓的鱼 还挺大的 这什么鱼啊 看到一辆小绿车上面像是Martin 这是海鸥的名字吗 那这块就是亚洲区 就是昨天我坐地铁的这一转船的地方 最超级的热闹 应该是亚洲区的一个偏中心的地方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景点 但前面它大概有100家咖啡馆 夸张了 但是有很多就是 我靠密集恐惧症 那么多人 肆无忌惮的睡觉 三只好肥 又打又肥 这家店好热闹啊 要不要坐外面去啊 当然要坐外面 但是是不是要先点单啊 我不知道耶 然后马点单 沙拉的 然后它有很多甜品和主食 发现有只猫走过去 在我们两个小时回来以后 在我们两个小时回来以后 太厉害了 这技术高超了 我突然发现草丑躺得去黑吗 我刚走过来都没看到 它只是在睡觉对不对 我一会儿 再次 这不是我们店里的小梨花吗 他刚刚去对面吵架 吵得出了好像 被赶了回来 到了一家这个是什么店呢 薄饼店 披萨店 蛮多选择 我进去看看 看着也不是 这个是什么面包 扎心面包 他老天好 我买了个香肠鸡蛋 吃蛋很嫩 香肠也很嫩 但是这个面包饼呢 稍微有一点点硬 它们都是热的 刚刚烤出来 旁边有现成的烤箱 现成的切 我在土耳其呢 每家餐厅都会有这个茶 就是你可以点到这杯茶 土耳其红茶 好烫啊 但是味道不错 它就是很正宗的那种红茶 你可以买个茶包 因为我们酒店的话 我是每天早上都会到下面去喝一杯 想去买个水 这应该是那家超市吧 12点多了 还没开 这里的人真的是很悠闲啊 好多猫啊 这只猫躺在这个草地里 是在太阳超舒服的 还有这种偏矮脚 也不是偏矮脚的 就是脚有点短的黑猫 哈喽 他们这儿建筑都是这样 所以我也不知道 它是公共用途 那还是私人用途 这个角度看才发现 这建筑有那么大呀 要融入当地呢 就一定要去这个市场 所以我现在要去 大巴扎和香料市场看一下 这边还有个安检门 金市银市 哦好傻 还有珠宝 两边都是这种东西吗 就没有点新鲜的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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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好看的东西 在这个墙壁上 好像本来是有一些画的 但是时间 它就开始脱落了 以及这边的窗户玻璃啊 就很漂亮 终于看到了一家地盘的店 土耳其地盘还是很出名的 虽然很贵 这什么东西 100%的义乌 这个是 雅典的那个 什么希望之眼 还是未知之眼 我们依然是这些店 爱跟义乌一模一样 你看旁边这种店 它就是卖配件 然后传品呢 就在市场里面买 这不就是义乌吗 结果我就来到了义乌坦布尔 发现这里竟然还有比特币的 这些好像都是数字货币吧 看地图呢 我明白过来 这个大巴扎和香料市场 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它中间这些通道呢 它全都是商场 这上就是商店街在两边 所以它一路走下去都是商店 难怪这块地方如此的热闹 但也真的是那么多人 可以把这么大片的区域 那么多商店街的道路都塞满 我也是震惊不语 好多人 和大巴扎一样 它依然是有一个 来 这是可以进的吗 嗯 这里的东西进门就有吃的 哇好香啊 这边都有香料吗 我看到了 慢点 味道明显就不一样了 腿的味道很好闻 呃不算很好闻啊 就是它会夹杂着很多复杂的味道 但至少不是刚才那种感觉 现在这里人呢也会相对少一点 把不同的香料都分为不同的用途 像这个是BBQ的Spicy ChickenSpicy 还有一个花的小市集 小店吧 好多小草 我这还卖种子 好可爱 这两家三家都是卖小花草的店 盆栽 啊我知道了 这里是 花鸟市场 哈哈 这里竟然是花鸟市场 就在香料市场的旁边 所以他们真的是联在一起 水质啊 这是水质啊 治疗用的水质 还有各种各样的狗粮猫粮 猫的世界 煮的不得吃饱吗 是吧 猫杂盆 这也卖水质 这里的猫肯定很 营养很好 它可以吃各种口味的猫粮 哇 好多 还有鹦鹉 它甚至可以去抓鹦鹉 有那么多水质啊 好我已经 这边可以通道里面去看看 走在这条银条通道里面感觉还挺开心的 也是有很多生命力 好小的猫 哈喽 贴地睡觉 哇靠 要不然看到它尾巴 我都不知道这个有只猫 如果走出这里的猫 口味一定很好 啊这个趴着的猫 都是小猫咪 哦当然也有大猫 哦当然也有大猫 这个玉米呢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次了 从来没有吃过 今天我要吃一下这个 来玩玩 这个 哦 多少 多少 哦 sorry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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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撒盐上去 让我尝一尝 甜 这个甜吗不甜啊 我很少吃甜的 因为我吃不来吃 嗯 ok 哦红薯干 哦红薯干 那上面也是 哦 芒果干 嗯 Qiwi干 嗯 嘿 反正都是餐重的 那前面还有一些软糖 我觉得挺好吃 哇 这面好弱哦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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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王格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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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红薯本来就难尝嘛 对啊 我近日要洗头洗脚 我们看他洗手臂洗脚都有 因为这里是一只猫 其实这里还有一只 上面呢还有一只 可是草丛里呢 其实还有呢 所以这个草丛总共有四只猫 哎呦 这个运动量每天都达标 终于走到头了 啊两家都有 还是这两家是同一家 这两家不是同一家 但他说要推荐是左边这家树懒的店 有点软 有点软 嗯 嗯 偶差试呢 比台湾人这更软 嗯 有点软 他那些都做了吧 你拿去 嗯 啊 嗯 嗯 嗯 这一个就是那个 海边的叫清真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 我们能等到太阳再下去一点就打算 就在拍宣传片吧 在拍宣传片 那其实就是这个角度看是最好的 来吧 好 好 豐富的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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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 猫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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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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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黑猫 超级可爱的 现在太阳已经落山了 算是有一点点难掉时间 这边就是那个著名的海边景点 运气不好的是我脚丸 所以我现在像螃蟹一样的移动 而且这次我来的还挺厉害 我本来以为骨折了我 我好担心影响到我接下去的行程 谢谢大家 希望能够尽体